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六七年級生的回憶 這是我們的洛克人系列的 1比1比1的產品 這次大家看到這個右邊 原主洛克人的1比1頭盔 以及這個洛克人X系列 這個艾克斯第一裝甲 強化能源砲 升光砲 這兩樣東西 據館長所知 應該全台灣很少有玩家 有這兩樣東西 透過國外的賣家幫我進貨的 其中就是這個頭盔 很感謝館長太太 送給館長的聖日禮物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首先我們先來開原主洛克的頭盔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它的正面 跟它的側面 後面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是日本 當小武功公司正式授權 製作的 這個非常稀有 他們也只做這麼一次 那我們現在就開箱看看 小孩大人都能帶 那裡面有什麼機關呢 它就是這邊有個蓋子 它頭頂上這個機關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這個可以放電池的地方 放兩顆4號電池 那它的開關呢 我們把它按下去 它兩側的燈就會亮 那這個頭盔怎麼帶呢 往下看齁 我們這邊有兩個卡榫 兩邊按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頭盔打開 那這樣子 就可以讓頭 可以帶進去 比鋼鐵的頭會好帶多的 而且呢 它這個裡面呢 還有這個軟墊 很極權的軟墊 不會跟你直接跟塑膠做接觸 所以帶起來是非常舒服 好 那 至於能不能帶去 車上當安全帽呢 歡迎被開發 大家不要害人少觀賬 好 好 待會再來試帶給大家看 接下來是洛克人X系列 X1 第一裝甲艾克斯 它的 強化貨能用號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盒子外觀 那這邊有就是它的使用說明 使用說明說 它也是仿上1比1 下去打造的 那這邊有寫說它是Light Bros 那這邊再幫大家做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能源泡 它這邊的設計呢 就是 它的電源呢 是放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電磁蓋 裡面可以放3顆4號電磁 它這邊有開關 也可以打開 那打開的話呢 就會有些音效 關掉會有音效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好 這就是那個 觀察剛開始的時候呢 就聽到那個DIN的聲音 那 手伸進去之後 這邊是有卡榫 裡面是有卡榫的 那這邊只要按一下就會 發射一顆炮彈就會亮一下 那但是 大家都知道玩過如何呢 它是可以集氣發射的 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短暫的充電 第二個是 長時間的全充電式的極限能源炮 所以 我按一下 集氣 看看 是一個聲音 但是如果我是 按很久 就會有個比較 長的聲音 那待會我們會用影片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這個炮有什麼厲害呢 射出去的那非常多的螺旋炮 可以貫穿整排的敵人 所以 我來打王的時候呢 給魔王一個很大的這個重擊 好 著裝完畢了 看起來就像這樣 當然 洛克人的眼睛比較大 但是 正常的眼睛 不可能那麼大 這個洛克炮 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這個 平常會那麼發射的時候 只是說這個 洛克人的手臂比較粗 這個你可能要 穿厚一點 才有可能讓這個 比例看起來 不會那麼奇怪 模仿自己是洛克人的樣子 以上是今天 館長洛克 本系列 頭盔跟聖光炮的這個開箱 希望這次的開箱 能引起大家的回憶 那記得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